今天的老照片看技能的单元 要带观众朋友来回味北火发电厂的前世今生 除了是首座使用高温高压的火力发电机组 更是亚洲第一座改建为海科馆的火力发电厂 咖啡色的这个就是北火 海洋科技博物馆主题馆这栋建筑 幸运的外表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它里头包裹一栋工程生退的历史建物 民国26年及42年 因为供电的需求 在当时的台湾本岛及八斗子岛间的水道 经填海造陆 先后完成北部火力发电厂这两栋建筑物 中华民国26年期间 离北岛这个扣山北 跟山洋这个城市的地方 它本来是海高 但是它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发展区需要海水 来做一些降温的动作 所以决定把北部飞离发电厂作为这 作为这开始的时候 八岛的人就开始 10天发电厂作为的时候 三个都要买上去 都骂骂 和北部火力发电厂当邻居 八斗子居民开始了与梅灰共同生活的日子 虽然辛苦了邻里居民 不过北火电厂确实对台湾经济发展 具有重大贡献 到了民国70年 电厂出役 86年 波交给教育部 新建海科馆使用 成了亚洲第一座 整建为博物馆的火力发电厂 当然这个检厨有一个避免 到老了的时候就要穿起来 穿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地方没菜 就像那时候 整理刷汉油科技博物馆 这个地方 在药民族 无缘斩 与八岛 结果专与八岛 就是原来这个北部飞离检厨的这个地方 现在整个几十年 早上整理后慢慢去 现在已经开始了很多检都才去做好 首开填海造路建筑 首座高温高压火力发电机组 也是日本以外 亚洲规模最大的发电厂 北部火力发电厂 有许多的丰工伟业 如今保留基础整建为博物馆 融合科技与人文 继续述说北火的前世今生 记者陈俊云采文华道